大家早安 歡迎再來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活著就是基督 活著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處 活著就是基督 經文例子 菲立比書一章二十一到三十節 菲立比書一章二十一到三十節 聽我讀 因為我活著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處 但是我在肉身活著 若能有工作的成果 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 我處在兩難之間 我寧願離世如基督同在 因為這事好得無比利 願意我為你們肉身活著更加要緊 既然我這樣深信 就知道 仍要留在世間 且與你們眾人一起全流 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 又長盡又喜樂 為了我門在你們 為了我門在你們那裡時 我門在基督耶穌裡的跨謠 愈發增加增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你們行事為人 遙如基督的福音相稱 這樣無論我來看你們 或不在你們那裡 都可以聽到你們的警方 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子 站立得穩 為福音的信仰齊心努力 師傲不怕敵人的威脅 以此證明他們會沉淪 你們會得救 這是出於神 因為你們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而且要為他受付 你們的增展 就與你們曾在我身上見過 愈在所聽到的是一樣的 這是神的道 感謝上帝 每個人都會問這句話 為何要傳福音呢 為何要傳基督耶穌呢 很多人都要傳福音 每個人都有他的原因 有些說要順服神 有些說是基督徒的責任 有些說是要取悅 又要擁擁擁上帝 有些說不明希望有見到人 落地獄 有些是妒忌 有些就是不敢言 有些事探神 究竟神真的會做公務 真的會做公務 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每個人都會做公務 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如果你說是取悅 榮耀神 挺好的 有些說不盼望人們落地獄 這樣也好 你不要讓人落地獄 你快快去傳 那些有些妒忌 那些就沒有了 那些疾道 就全部都沒有了 有些事探神 當然不需要了 神不用你試探 他都會做的 你不做就叫別人 你不做就叫別人 那保羅呢 都在他的私訊 在菲拉比書都這樣說 他說 今天呢 現在我們讀十五節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節 那這幾節呢 剛才不是在經文裡面的 就是經文前的幾節 他說 很多人傳福音的原因是不同的 第十五節就是這樣說 有些人傳 基督是出於 側道、紛爭 我以為是紛爭 我以為紛爭 你傳我又傳 你傳這麼多個 我又傳這麼多個 你鬥了 有些人是出於好意 十六次說 後者是出於愛心 那些好意的例子是愛心 前者呢 前者呢 就說 出於自私 動機不償 又企圖 又列了自己的企圖 十八節呢 普羅說 哎呀 假意 真心也好 無論如何 只要基督被傳開 我就歡喜了 今天呢 今天呢 你所傳的福音 的理由是什麼呢 或者你沒有傳 或者你傳的是不同的理由 最重要是傳 但是 什麼理由呢 那你自己見顧一下 看這些理由 和保羅所說的 有不有相稱 對不對 那在保羅呢 說完 那些人傳福音的了 很多人都很緊張 傳福音 但是他的目的 是做什麼呢 保羅的目的 是這樣的 保羅呢 就是如基督同在 他說 我傳福音 我就說一句 他說 第21節 他說 因為我活著 就是基督 死了 就有一處 哇 我們都說了很多處 我活著就是 是基督 我死了就是 一處 有嘛 真是這樣的嘛 那 保羅說 第二次說 我在肉身活著 真是有 若有 工作成果 那我就留下 真的還有 從需要我 但是我兩眼之間 他說 我情願離世 如基督同在 真是想我離開 或者你說 這是艱難 因為經過 但是保羅知道 最需要的 最後的 帶領你 信住耶穌 都是要你 回到神的數碼 那為什麼 不現在回來 要等到 而將來呢 要等到這麼遲呢 很多人不甘然離開 神會說 上天堂 不甘然 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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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愛上天堂 也有的 人家上了天堂 他還要哭哭哭 也不捨得他上天堂呢 這樣保羅說 保羅說 好了 我留下 都是為了你們 為了你們的緣故 才留下 第24集說 因為我肉身立活著 對你更加有緊 對你為了你更加有緊 25集說 在我所相信道上 又長進又喜樂 在基督耶穌裏 跨越法加增 那保羅說 我來到這處世上 就為你們了 使你們可以信神 你們住在一起 信神 信上帝的道 又可以長進又喜樂 基督女可以跨越 越法增加 更加跨耶穌 這是我的目的 保羅的意思就是 我要為你們的緣故 即是說 我未做完工了 如果讓我留下 我還要訓練 幫你們 還要教導你們 還要幫助你們 還要堅固你們 還要栽培你們 因為當時 現在我們回看 保羅都不可以 那快就離開了 因為他們還沒有寫完 聖經 一半的《新約聖經》 都是保羅寫的 這些書信 還有很多地方 都要繼續 但保羅在這處 寫一封信到 保羅來開世界 還有十幾年 十幾年裏面 還有二十年 保羅還有做二十年的工作 所以在這裏 保羅繼續鼓勵我們 叫我們 我留下 就是要幫助你們 讓你們更加要緊 來傳神的福音 讓你們一做完 你的工作 你放工 你回來了 我又放工 我又回來了 那誰去放工 就回來了 保羅的意思就是 大家還沒做完工的 留下的 就繼續去做 不要停 保羅說 我們要做下去 我們怎麼可以把福音傳開呢 要配得福音而活 我們的生命 例如說 第27節這樣說 你們行事為人 要如基督的福音相稱 我們的生命要如基督的福音相稱 要一樣福音的 我們要同一個心智 站立得穩 為福音的信仰齊心努力 為福音的信仰齊心努力 即是看到那些人沒有被下地獄 看到那些人需要拯救 看到那些人要幫助 鼓勵他們回來 這就證明你會得救 我們的得救是因為 我們可以配得福音而活 這是明覺的經驗教訓 寶羅經驗教訓 比如說我留下 目的就是求幫你們 讓你們的生命 可以觸找福音 觸找救恩 讓你們真的有機會 上天堂和神見面 有機會和耶穌見面 這是他的目的 我們大家要觸找這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 我們神要幫助我們 他會說 有一句說話 在二十九節 那句說話 很久也曾經說過 他說 我們輕輕 很容易說 我們活著是基督 我們死是益處 說 二十九節是怎麼說 因為你們蒙恩 不但得以信福基督 不要只信福基督 而且要為他仇苦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真的 要這樣說 寶羅就是這樣說 不是只信 要仇苦 因為寶羅在世上 肥立比的人看到 當時他傳給肥立比的教會 他也有被肥立比的那些官府人 抓了他入牢房 在牢房裡面 後來去祈禱 地震開了 看到獎監要自殺 他也說 他救了他 他也有命 信耶穌洗禮 所以這些肥立比教會的人 全部都知道 寶羅說 你知道吧 你在我的生命 曾經經過 被人抓 被人打 抓進了牢房 現在都還會 寶罗说 信耶稣真是信到要爱 真真信 真信就受苦的啦 所以寶罗或者想我回了 我做完工 但是未做完工我们留下 我们未做完工我们都留下 继续做 如果有些人未做完 因为他不做什么 他都没有做 所以等了 等了 拖到遲遲遲 是否真的事呢 要走这条路 现在我们很舒服的 艰难的我们不爱做 不艰难的我们要给人家做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想来做老板 每个人都想来做老板 每个人都想做船头 等那些做工的呢 叫他们自己做 曾经我们知道的 做这些工都是 家里有车 没有人駕 但是要坐福音车 牧师駕 很多东西 家里有什么东西 没有东西做 用电话去问牧师啊 这条路上已经想到 会曾经说 牧师啊 我家有蛇司 柜都 lands了 我看牧师啊 我家里有寻市 柜啊 我家里有寻市 买了寻市多切 你也是亂来 很多事情的 哎呀牧師,我兒子買不到這本書,你幫我找吧,又來了 很多的,這些都不是算仇苦,這些都要做很多奴隸的工作 但是仇苦的真的面對很多挑戰 神經我們都知道,有一個叫許牧師,人都不見了 那你說怎樣好呢? 是不是仇苦仇苦呢? 我又介紹一個,一位叫德蘭秀女 德蘭秀女,如果你是用電腦找出來 是特雷莎,這位叫特雷莎 特雷莎,她說過很多說話 這些很多的,我抽了一些出來 這些說話就是特雷莎 她本來是一個歐洲的女子,十多歲 她就聽到神的呼召,就要去宣教 後來去到印度,在印度那裏宣教 初初都不知道要讀什麼,想著教書 後來就變成,看到一個需要 例如,整個街頭,整個街頭 整個街頭都有很多那些睡街的人 沒得吃,沒得煮,被人欺負 那些人,尤其是婦女,非常多 她就不是幫婦女什麼人都一幫 她就十幾歲數做到後來,八十幾歲離開世界 她離開世界的時候,已經開了幾千間 已經開了幾千間的中心 那些修女的中心來幫助窮人 總共她有二萬個修女 跟著是二萬個修女 在印度,專門在那裏做,照顧很多人 那這個特蘭修女呢 在印度那時候,她離開世 在印度那時候,她都被她當國壯 她都不是印度的人,但是當國壯 被她當國壯,很出名 因為沒有人認識她的 她就暫時沒有人知道 一早可以幾十年 就是受苦,為了耶穌 她說過幾句話,我現在在這裏和你們分享 真正的愛是給我們帶來痛苦,傷害,同時帶來快樂的愛 這個真正的愛會帶來痛苦,傷害,同時帶來快樂的愛 你說我們要不要這個真正的愛呢 那在耶穌說一樣,她不會痛苦,不會受害 但是她又很快樂的 所以這事呢,因為我們要向神祈禱 祈禱我們有勇氣,拿起這個真愛 祈禱上帝真是似真愛給我們 我們有勇氣才能拿到這個真愛 第二個說話呢 如果我們真的想去愛 其他人呢 我們必須學會怎樣原諒 你真是要愛,你就要原諒 你不要原諒的,你就不要愛 所以有時候真是很艱難的 很多人呢,她做飯初開 她來找你,求你原諒 給你第二個機會,你說會不會給呢 我們很多人說名,很熟靈 但是我們不會給別人第二個機會的 你要死啦,我也不可以幫你 因為你曾經做過這些事情 我們不會給機會的 好,你以為你再給機會 給人家會扔石頭的了 會給人家說你沒有立場 說你軟弱,說你都妥協其他 很多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真是要愛的呢 你就要學原諒 愛是真實的 他必須付出代價 一定會須 必須傷害 又必須清空 倒空自我 你說真愛就是這樣了 他一定要愛付出代價 受傷,受傷,受害,傷害 以及要倒空自我 因為自我太驕傲了 太高大了 第四個 行動中的討告是愛 行動中的愛是服事 如果我們討告真實用來行動的 就是愛 討告土局廣道說說話沒用的是愛 討告土局廣道說話沒用的是愛 神道正道說話沒用的是愛 行動中的愛說話沒用的是服事 要服事 要服事 是要服事的 真正的愛是思出 同時要思出到我們受傷 真正的愛要思出 思出到會相同,會受傷 如果撕出去沒有事,你還未開始愛 不是真正的愛,真正的愛真的很痛苦 好像父母對孩子很痛苦 搞來搞不定,還是愛很痛苦 但是真是真愛 如果你想改變世界 就先發惠家愛你的家人 不要說世界了,你先愛家人 你家人愛不到你就不要說愛這個世界了 我們不需要刀槍和炸彈來帶來平安 只需要愛和同情心 愛和同情心,我們才可以帶來和平 現在世界太多打仗了 很多人想打仗,刀槍、打蛋、錢財 不是,是愛和同情心 一個充滿喜樂的人的講道 不是說出聲的 因為充滿喜樂的人就自講道道 不需要說出聲的 不需要說出聲的 所以德蘭修女在這裏說 寶洛說,我活著是基督 這個德蘭修女真是活著就是基督 就是看著基督去哪裏 哪裏是基督 活著是基督 首先就是會在家中 第二就是我們的生命 第三就是愛 第四就是原諒 我們要不要這樣做呢 求主耶穌帶領我們 活著就是基督 死就是易處 我們是基督 多謝上帝帶領我們一起 活著就是基督 帶出基督 先讓基督住在我們的心裏 相信它 接着我们把基督活在我们身上 主啊,祢帮助我们 基督活在我们身上 正是来到我们求福 是乃是我们的慈福 是帮助人 求助带领 使我们真正 拿开上帝的爱 来爱其他人 先开始在家中 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 有一个平安喜乐 接着我们 原谅来释出真爱 我们知道 这些是非常痛苦 非常伤害 非常倒空自我 求祢帮助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感谢上帝